讓你貼近 接著繼續 接著再來 所以都可以講說我們在寫 一個屋頂一個屋頂四個 對不對很簡單 那順的話你那個河川的順流 要壓一下之後呢 四十斤腳筆讓它甩下來 再一次靠中間甩下來 它就會有這種河流的那個奔似的感覺 然後我們再把它新 逆時針拉過來 順時針拉過去 然後再河川的末端加重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再打來兩點 六六大蒜 大方然後簡潔符號畫 這樣子 六六大蒜 六六大蒜其實可以貼 不同的黏都可以貼 它沒有實現性 這樣 好了吧